大家好,我是容帅头港股佬 今天我们会说的案件就是小甜甜管玉芯丈夫黄德辉被绑架案 60年代初黄德辉自立模糊,和管玉芯联手创办了华宪置业 到70年代,华宪集团已经成为全香港最大的私营地产商之一 黄德辉前后遭遇两次绑架,第一次发生在1983年 黄德辉开着Benz载着老婆,从山顶八六径的家出发 到中环的公司上班 半佬避车截停 黄德辉被人用枪指着放入了一个大的冰箱里 当时同车的龚如芯曾经向匪徒说 你抓了我啦,放了黄山啦 因为龚如芯知道黄德辉的脾气不好 他怕黄德辉一反抗就会吃虧 黄德辉被绑架的事很快就被警方知道 虽然警方强烈要求不要汇款 但龚如芯决定付钱,态度非常坚决 他说他只想要他老公回来 匪徒一开始勒索一亿美金 当年沙田第一城一个800尺的单位 只卖港币50万 经讨价还价之后 龚如芯将1100万美金经洗钱的方法回到台湾 绑匪收到钱之后就放了黄德辉 黄德辉被绑期间虽然双眼被捞着 但他在纳觎中看到绑匪开的货车上贴了一张贴纸 警方就是根据这个线索找到那辆车 最后发现那辆车是登记在其中一个绑匪的名下 那名绑匪立即被逮捕 而且将其他的同伴供了出来 龚如芯事后表示 自己太心急付钱 黄德辉回来后跟他说 假如那时候你不付钱 匪徒也有可能会放了他 黄德辉又说 有些人坚持不付钱 最后都获得 他说这么快付钱的话 将来还有可能会出事 第一次被绑架之后 最初都有警察保护 但黄德辉觉得 出入有人接着很不方便 没有私隐 日子久了 防范就变得松懈了 七年之后退休的香港警署警长钟维正 翻阅以前的案例 发现当年匪徒的方法很功名 只不过在几个很重要的环节上 失手才会被捕 他认为如果按照当年的方法再做一次 而且把握当年匪徒疏忽的几个重点 这样他们一定可以得手 而且一定不会被捉到 第二次绑架案发生在1990年4月10日 黄德辉在跑卖地卖会打完逼球后回家途中 再度被绑架 他的啤士座架当晚发现沉在鸭利州海旁 警方接报到场将车捞起 证实车内无人 当时绑匪不单不怕警方录音 监听 而且公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指明要龚如芯如何跟他们联络 绑匪这次勒索10亿美金 第一期款是6000万 龚如芯先将2800万美金回给绑匪 警方查出负款被调往台湾 于是通知台湾当局协助 结果 台湾方面拘捕7名男女疑犯 而且香港方面也先后拘捕4名疑犯 部分疑犯公称 黄德辉在1990年4月13日被香港御船再度公害 但自此下落不明 在2001年 钟维正还未被捕 其中一个绑匪 钟玉球在香港迎门出用 龚如芯曾向他详细了解过绑架案的经历 并且承诺如果找到黄德辉 会给钟玉球2000万筹金 但是钟玉球表示他真的不知情 也拿不起这份钱 在对龚如芯诚心道歉之后 钟玉球离开了龚如芯的办公室 对于黄德辉的下落 有以下几个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黄德辉被载到公海之后 已经被人扔下海 也有人说当年警方接到举报 有可疑人物 躲藏在智洛别墅 于是警方到智洛别墅调查 找到部分线索 但在里面找不到任何人 另一种说法是 台湾的其中一个绑匪 陈其元曾经听钟玉球说过 如果黄德辉家人付钱之后报警 他们就会将黄德辉囚禁两年 如果警方出得很紧 我们就会混他七年 等他在法律上宣布死亡之后再放他出来 到时他的损失就会更大 陈其元在他的口供中表示 当时他问过钟玉球如何囚禁黄德辉 钟玉球说每天只要给黄德辉两包即食面 不需要给太多钱就可以足够养住他 而且他们用远洋的预算在公海和东南亚各地航行 随时可以进行补给 香港警方根本不可能找到黄德辉 但是这个说法很值得质疑 因为以钟玉球做事周密 他没理由不知道将黄德辉收藏 收多一天他就有多一天的危险 所以他没理由会长时间养住黄德辉 陈其元这样说 有可能是因为 在台湾 绑架案最高的刑罚是死刑 但是绑架加撕票的刑罚是绝对死刑 所以他有可能是这样说 避免被判绝对死刑 无论如何 当年龚玉芯不肯相信黄德辉已经死了 所以他继续保留黄德辉当年的办公室 准备丈夫可以回去华宪工作 而龚玉芯都在东南亚不同的国家打听黄德辉的下落 然而黄德辉最后都是没再出现 这被刑罚红玉芯是否刑罚红玉芯 我自己刑罚红玉芯 在脚刑罚红玉芯 我自己刑罚红玉芯